我们现在来到了陆峰 听说这儿有一个特色是炒糯米饭 一听糯米我就不行了 我们现在去尝尝 大家今天没开门是吧大家 没做啊 你这是啥 炒卷果 炒卷果是吧 好了今天糯米没吃成 我们就换大鸟了 我看看你咋做的 这个方式 就你要多少 然后给你剥多少过来 用剥盖炒 用剥盖炒 你们两家一直都是邻居呗 你一直在这边干 就是一起做邻居 在这边都干了30年了 直接在马路边 这东西真的都好特别 可以关注我们 叫海浪兄弟 本来是想吃炖门的那个 结果吃上了炒卷果 好特别 看着好特别 我觉得不亏吧我们 尝尝啥味 好浓的蒜头酱的味儿 吃这个卷果有点像炒那个啥 炒蟹棒似的 是不是 那个口感也都挺像的 有点粉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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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粉 看这会儿 卷的就很像蟹棒 卷粉就是粉粉糯糯的 然后滑滑的 对份多少钱来的 8块 8块钱 好 我觉得这一顿饭8块钱就足够吃了 它不是那种黏的 其实它还是挺爽滑的 还不好吃啊 挺好吃 好吃啊 昨天我们没吃过这东西 是吧 别的地方没有吧 鹿丰的特产是吧 对 还有菜茶 菜茶下午我们要去尝一下 来到这个鹿丰 好吃的特别多 都特别的特别 样子也特别 然后名字也特别 哦 里边有辣肠 还甜甜的 蒜头有点辣是吧 它给你放着咸辣酱 喝个汤吧 猪肝 珍珠菜 各种海鲜还有肉 哦 这汤味好奇怪啊 不知道那个诺比特鲁开不开门 明天我们再来看一眼 反正这个是不错 对门的这个 炒果条 不是 炒果卷 炒卷果 炒卷果 是真不错 给我点赞就是我的饭 我们明天见 拜拜